Sawardiqa, 歡迎收看Thailand Walker 今天繼續和大家一邊walk一邊talk 今天我就不用手機了, 就用一部飛米來拍 咦, 顏色很漂亮, 是呀, 我加了一些色彩 所以顏色就更漂亮 說到這個平穩度來說, 我相信都OK的 進去這個跳祖市場之際, 會見到這一部 咦, Mini 車, 真的很 Mini 是不是玩具來的, 當然不是 你看看, 裏面全家, 不是 Sorry 是一家人坐在裏面 一家大小顯神通, 坐在裏面都不知多幸福 旁邊還看到那個身影 你看看, 一家四口坐在一部小面裡 嘩, 浩浩蕩蕩, 走到這個跳祖市場 簡直是人生一大樂事 話說這個跳祖市場, 正正在這個河邊 地點正正在這個Penisola酒店 和Icon Siam之間的一個, 丟空了一個碼頭貨倉之中 那你會見到, 咦, 都幾多人排隊了 其實呢, 現在呢, 我拍的時候呢, 正正在剛剛過了的星期日 的大概五點鐘左右 我拍完走的時候呢, 條龍更長更離譜 可能呢, 泰國曼谷人 就太久沒有去接觸一些新事物了 一旦有些新的跳祖市場出現呢 就, 嘩, 一窩蜂地走去 老實說, 這裡呢, 氣氛有幾好的 有幾好呢, 一會進去見到你就知道 但這裡跳祖市場是要付錢入場的 不是免費的, 價錢呢, 一百匹一位 但當你發覺原來, 裡面那麼多人的時候呢 你就會覺得, 嘩, 這壇生意都幾發 是的, 是發的, 都 好, 入場之際呢, 都要檢查一下體溫 我當天氣溫是36.9 接近37, 死得了嗎 應該未死得了 接著, 有一個工作人員貼一個貼紙給我 然後走過去呢, 買費了 同手無欺, 外國人, 本地人 都是這樣的價錢, 一百匹 然後就給你一個手帶 接著就可以入場到位 這裏的環境呢, 都幾OK的 相信大家一定未來過 說時遲那時快, 那個Mini家族下車了 真是好幸福啊, 這部車真是好想擁有 超型啊 究竟看車人看貨呢 各位觀眾, 這個跳組市場的名字就是這個 入場之際呢, 都所謂心嚴 他都找了很多的保安在幫忙 在那裏看場的 但你保安就無份了 因為你保安在TVB做的事 你保安在TVB做的事 你保安在TVB做的事 這個跳組市場呢 其實呢, 我想來很多很多年了 但每一年都來不到 今年呢, 剛剛這麼巧 今天呢, 我就不需要外景 所以呢, 就可以來到 但是呢, 其實已經遲了一點 因為呢, 是五六日 這個星期日才來拍 那麼, 拍完, 放出來 大家不是來不到 但是, 大家是來不到的 所以呢, 分別都不是這麼大 那麼, 就, 如果大家來不到 我就當一個全播出 那麼, 星期日拍完 那麼, 我就星期日才出 我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還有, 就, 看了, 放來了 好, 回到大會現場 聽到才行 那, 這條片呢 我嘗試不用咪 看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那麼, 現場呢 除了有流動廁所之外 更加有這些流動的櫃圓車 方便大家買東西 買到的錢沒有了 就可以隨時走去按 哇 現場呢, 環境都大 當頭都多的 你看一下 所以, 賣的產品呢 以一些Vintage 古舊產品為主 說明是跳祖市場的嘛 可能呢, 就是因為 只是開五六日那三天 如果今次來不到 又要等外面才來得到 所以呢, 都真的吸引到 很多本地人 以及一些居體 什麼人物人 來光顧啊 來看東西啊 那樣 這檔呢 賣的眼鏡呢 都挺Vintage 有幾款我都喜歡 但無論在家裡 實在有太多眼鏡 算吧 眼球只有兩個 賣太多 都是戴不完的而已 裡面呢 其實呢 賣東西呢 的人士呢 都不是一般的小品 那麼簡單 都是一些癌人 潮人啊 價錢 會不會便宜過以前街邊 或者其他店鋪呢 這個我不知 因為我沒有問到 不是買就不必問了 不要搞錯 不要光顧 所以嘛 但是眼見呢 也真的很多很多 管理人來光顧 講回這個歷史 其實這一一個跳祖市場呢 每年呢 都會做一次的 好像已经是连续第十年 每年都在同一个位置去搞 每年我都很想来参与 但每年都没有时间 今年正如刚才所说 刚刚拍摄那天是不需要外景 有空的 那就顺便来共享一下 不然又要等多一年 明年的事都不知道什么事 是不是才说不定 地主收地 接着又搞不到 这些没人知道 所以得快乐时且快乐 有得开心就去吧 嗨 大家好 目下所见 除了有些人要喝东西吃东西之外 大多数人都有戴口罩 真是挺乖乖的 其实我更加有兴趣的是 一条数字 你想想 一百匹一位 现场来说 限制一万人 越夜越黄 越夜越多人 哇 这条数字不是很耐心吗 现在在说今天 不是三天合成 怪不知得 每年都要搞一次 那也好 第一 大家又赚到钱 而小反门也有机会赚到钱 办公人来说 亦有机会吸收一些 不是很新的旧事物 是的 说明是Feed Market 这个跳组市场 买的旧东西 但又是新开的 所以也能吸引到不少人来 那来这里的location 其实呢 搭这个 BTS 在这个 Icon Seam 走几步 就已经到了 那大家如果 有兴趣的话 记得 这些资料 明年 看看可不可以有机会来 参与吧 接着外面 就是最热的部分 就是吃饭的地方 你看一下 棚架上面 哇 简直人山人海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多人到 现场真是美食多罗罗的 其实呢 走这些跳组市场 是不是真的 每个都会买到东西呢 这个真是见仁见智 我自己来说 对于眼前见到的产品 我就一般般 反而呢 有一些 涵蛋超人 模面超人 那些的动漫 我就会like多些 但是 这些真是 纯粹个人的喜好 个人品味 现场我见到 有些泰国人 真的买到东西 其实呢 怀旧 产品的市场呢 在泰国都挺大的 就是你会见到 很多很多的 跳组市场 都有一些 真怀旧 或者假怀旧的产品 买 而且销量都不差 那又是 如果没有这样的市场 就不会有那么多人 拿出来卖 泰国人的怀旧的喜好呢 有时真是估计不到的 当然啦 正所谓百无禁忌 有人会觉得 哇 这些怀旧 几十年自己的东西 就是死人东西 都不知道什么人用过 但泰国人就没有这些故技 虽然在泰国有很多 很受欢迎的鬼股 但泰国人本身呢 就百无禁忌 哎呀 懷舊 Vintage 还是年轻人都不理得那么多 正如这些叛章 你不要理他 究竟是多久历史 又或者什么人大过 总之有趣得以便宜 便宜了 是不是这样 接着轮到吃的部分 各位观众 这里 除了有东西买 有东西吃 其实还有表演看 一时间就可以见到 他们的精彩表演了 这里也有酒卖 所以对于 喜欢吹着风 听着表演 然后喝着酒 的泰国人来说 这里就是一个 乐土天堂 还要在河边 可以欣赏的河景 吹着河风 这档这么多人排队 卖什么呢 吃什么呢 公车单号 飞日 看到德国国旗 可以了 一定是德国牆 或者德国咸豬手 那我们又绕场一周 继续走继续看 看到这里 我相信画面 都算OK 都算稳定 这色调过之后 都算漂亮 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一个 德国朋友 住在这里很多年 也认识了 简单的泰语 他跟我说 喂 这个场 他这次来了三天 五六天 三天都来捧场 因为实际上太有感觉 尤其是晚上 更加有多精彩的表演 唱歌 又厉害 哇 嗨到不得了 又像Disco 一样 问我坐不坐去 我说 sorry 夜生活不適合我 我来回家上网买东西吧 由此可见 西方人都挺喜欢这些情维 咦 麦当劳 不是啊 是McDonald's 你问泰国人多有创意呢 哈哈 是McDonald's 不是McDonald's 不是McDonald's 那个Logo都挺像的 就这么所见 这里其实呢 有西式的小食 泰式的小食 中式的小食 甜品 也有总之之 有博式其式 百花齐放 喜欢可以坐下面 不喜欢坐上面 都总得 环境真的很舒服 这里气氛呢 超级好 很多食物 除了本地人呢 也有很多居泰西人 在这里来光顾 那这个跳组市场呢 基本上每年只搞一次而已 那不搞就搞了三个大马 但是每次都很多很多人来参与 那今天 有幸可以来这个参与 那都真是棒 吃东西都欢迎我 就没什么兴趣 反而想看一些 Vintage的东西 光常见了很多 见到很多 Vintage的眼镜 挺合我 我不知道 会不会 入国要找到 Vintage的占视光的呢 会不会呢 你不可以说 其实呢 每次行这些跳组市场 买些Vintage东西 无论是火车夜市 或者是 比如 摘到摘对面 红色那栋都好 我总会找到一些 蒙面超人 和尖士帮的东西 当然 买与不买是另一件事 但是总是找到的 但是今次 会不会在这里找到呢 地方这么大 我直觉觉得 应该会有吧 如果这样也找不到 那就要打破 这个 再Vintage市场 买到 尖士帮货的宿命了 真的 小姐买些什么 这些 这些不适合我 不如在这里 里面好 这里里面的货仓 那一部分 里面部分的产品 是Vintage 旧货 但也有一些 是新东西 新宇宙都有 家具也有 甚至乎一些手术灯 都有 有时 其实真的不太明 什么人会买个手术灯 回家放呢 这里又可以计算一下 刚才入场费 是一百匹一币 那些消费门在这里 都要给长租 难道免费吗 长租 我当便宜点 五千匹一日 好吗 哇 真是超级 非常耐忌 以前总会有朋友说 一些夜市 跳早市场 很多游客去 但现在这个 真是百分百本地人去 就算有一些 红梳六眼的 都好 都是一些 本地的外国人 在这里居住了 很久的外国人 或者工作生活的外国人 感觉呢 十分之土豹 和草根 沿路所见 部分的店主 似乎都不是普通人 看个样子 和打扮 都知道非负责 甚至乎 都应该有点品味 绝非一般的街边小贩 他们在这里摆档 只不过叫做 过下日晨 赚钱 买花大 但当然 现在的小贩 真的要 赚钱赚吃的 和部分的店主 聊天 有部分 他们本身 都有一个实体店 但因为疫情关系 游客又没有了 所以店铺变了 现在变成了 油木民族 这里有一些 铁组市场 又去那里闯下 那里有 每个位置都去找些机会 希望能够 每个位置都赚少少 你不试 又不知 在家坐招脚 永远不会有收入 既然是这样 不如在外面 在其他地方 坐在那里 招好一个 说不定不小心 有些生意呢 那说也对的 走过这么久 都还没见到 我心仪的 尖士邦 或者蒙面超人 对的 这里的场 似乎 都是卖一些西式 欧洲野居多的 所以蒙面超人 属于日本 没有就对的 那你说买过相机套吗 我又已经没用相机很久了 那 那 尖士邦 也是英国和欧洲 但是是美国电影 那 可能没有 没有就算了 那继续走 好 那就可以省点钱 不用再浪费了 好 查实这一堂 泰国政府旅游局 和曼谷市政府 是没份参与的 但据探子回报 两个部门 都在密切注视 皆因 这个 event 犹豫在试试大家的水运 究竟疫情之中 大家还不是很热切地 出去 逛夜市 逛跳组市场 出去吃东西呢 那 发觉原来是的 那行了 大家有没有留意 之前有新闻说 今年呢 潑水节呢 应该会举行呢 如果是的话呢 那其实呢 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那但是 究竟大家是不是 真的很热切 和够不够胆出来玩呢 看这一局 都已经略之一二了 大家都真的似乎 很安心地出去 吃东西 逛街 大家都已经没有有怕 既然大家没有有怕的话 那今年的潑水节 可以去多些 去尽一些 那让大家有多些生意 又或者多一些欢乐 都是一件好事的 那所以 估计呢 今年 潑水节呢 都应该一定搞硬的 除非突然之间 touch foot 明天 又多几百人 那又要杀停 否则的话呢 如无意外的话呢 今年潑水节活动呢 都可以搞 至于可不可以 玩水呢 最新消息呢 是在河省路那里 是可以的 至于大家 很关心的 屎龙路啊 CM Square那里 那里 还可不可以被你潑水 在那里 射水枪呢 暂时就未知 但我估计 若然 靠省路都可以的话 那其他区 都应该 非不中 亦不远的了 来到这个位置 给大家看看 一些泰国冷知识了 泰国人呢 很多地主呢 通常呢 都会用这些 红色的饮品 汽水去拜 那你会见到 尤其是 很多当口的当主呢 都希望能够 用这些红色的饮品 拜完之后呢 生意兴隆 这个呢 是很常见一回事的 所以呢 在泰国 拜得最好的汽水 不是可乐 是这些红色的汽水 看到这里呢 可能大家又会想起 咦?火车夜市究竟现在 方中何在呢? 情况怎样呢? Nachata的火车夜市 都已经开了 但人流呢 就不太黄了 相对来说呢 另外一个 在Selica Nen那头的 火车夜市呢 就多很多人了 亦都是全部开了 情况都相当热闹 有一晚呢 我都会走去 一边温一边汤 拍给大家看 至于另外一个 JJ Green的Light Market 都是开了 而且呢 人流呢 都OK的 反而呢 HT夜市呢 人流就真的 不堪回首 当年了 既然是这样 就不要说了 再谈回现场 其实 2月底 泰国政府的一个 的措施呢 都帮到这个夜市很多 什么措施呢? 就是说 恢復得卖酒 可以给大家卖酒 酒吧 可以开回 若然 不是可以卖得回酒的话呢 相信今次这里的人流呢 起码少一半 经常说 泰国人喜欢喝酒 尤其是呢 在一些河边 空旷地方 听着歌 吹着水 跟着 然后在这里 喝酒啊 聊天啊 他们就很流行的 所以一旦如果不卖酒的话呢 就坎坷了 那现时 那个 酒令已经没有了 大家可以继续 买酒 所以呢 这里的人流呢 就比想象中之多 尤其是 对于 泰国人来说 已经有一段日子 没有得出去 外面喝酒了 而 去年 年尾的 啤加顿呢 就是 在露天地方 听歌啊 喝酒啊 那些也是没有了 那现在这个 都类似啤啤加顿 所以泰国人呢 都挺赞 挺喜欢 尤其是 更加之难得的呢 就是这里有河景给你看 对面是一个 香格里拉酒店啦 跟着 然后是十坎达县 那条桥啦 跟着那边了 就是这个 半岛酒店啦 而 示眼呢 就在这里附近的而已 看到这里呢 都是时间又要见回我自己 说回一点点感受了 好 轻回去 看回自己才行 真是可惜 买不到东西 很少会在这一条市场 买不到东西 但今天真的买不到东西 一件不见超人 或者007的都找不到 可能这里就不流行这些东西了 不要紧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带大家来这个 这么罕有的跳组市场 看看 气氛真是挺不错的 那期望明年 会有疫情之下呢 他再搞的时候 大家可以亲身来感受这个环境 真的挺不错 挺正的 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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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一、二、一 二、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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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二、一、二、一 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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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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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